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超勇师傅 可能大家在电视上有看过我 因为我有参加过电视节目 然后电视比赛节目也是有参加烹饪的 关于烹饪的 然后目前我是在玉朗这一带开竹炒当 我的竹炒当的名字叫做 恭喜发财一定好 恭喜发财一定好就是恭喜发财eating house 就是英文转成中文的 然后我是一个竹炒摊位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这边用餐 本身我是从中国来 我是2004年来到新加坡 我父母已经来了蛮多年了 然后刚刚来的时候 我本来是父母送我去读书 我那时才15岁 但是我没有读书 我就觉得我要学一门手艺 然后我就跟爸爸去学徒 我爸爸本身也是厨师 所以我就在餐馆跟他学徒 然后一直在餐馆里面 从马王做到打火 然后到砧板 然后再炒窝 然后就有换过几间餐馆 俱乐部 酒店 然后再出来自己创业 目前这个档口的 menu里面 大概有六七十道菜 还是有局限性 如果给我在餐馆做的话 我可以做到更多菜肴出来 最招牌的菜 目前我这边有卖的就是 龙虾泡饭 然后咖喱鱼头 然后西班牙东坡骨 尤其是西班牙东坡骨 我采用的是西班牙黑猪肉 因为我有经过焖煮以后 它会有东坡肉的味道 然后也不会那么油腻 再来就是我有拿它夺过冠军 在大频道的十不可挡节目当中 泡饭的价格呢 我主要我是在煮草当嘛 我也不可以卖到很像九楼的价钱 因为我要迎合大众 所以我卖的价钱就是三十八块钱一份 大概四百五到五十五百克的龙虾 一整只大大只的 然后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就是我在2015年参加世界厨王争霸赛的时候 拿总冠军的那道菜肴 那个汤头呢我是用猪大骨啦 然后鸡脚啦 一些肉类来熬煮 还有那些虾 所以虾壳啦 来熬煮 它会比较浓郁 然后那个饭我们放进去 泡在那个汤里面 它会吸收那个汤汁的味道 建议大家就是饭和汤一起吃咯 这样子比较那个味道入味 比较入味 我这边煮的咖喱鱼头呢都会比较浓郁一点的 然后我是用沙坡上的它会越煮越浓 它有那个余温嘛沙坡 所以我的咖喱鱼头也是招牌菜之一咯 所以我的咖喱鱼头也是招牌菜之一咯 蛮有自信的也是蛮喜欢这一个职业的 有满足感吗 有很有满足感 特别是客人吃了以后 会回来跟你讲谢谢你啊 这样子就是对我一个最大的肯定 那你就继续了 那你知道节目 Whoa Certainly 我 very собственно 你很好 看我来 Жil inspire 啊 就有�� thank you 对你 哦